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赏科技 今天为了带来的是华为P9青春版对比华为P8青春版 但不过在国内的话华为P9青春版被叫做华为G9青春版 所以说我们就拿这两块机子来进行一个对比 首先的话左边的话是P9青春版也就是国内的G9青春版 右边的话是P8青春版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从外观方面的话 logo的话从中间移到了下面 然后在以前logo地方加了一个指纹识别 P8青春版则是没有指纹识别的 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都进行了一个移位 背部的话看起来是没有多大的改变 基本上没多大改变 材质上的话有一些改变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机身的加了指纹识别 然后拍照的话会更好一点 相对于上一次要做了一些优化 在机身的材质上也发生了改变 然后底部我们看一下底部是双扬声器 以及普通的这种Micro USB的接口 P9青春版也就是G9青春版的话也是双扬声器 但不过也没有采用Type-C的接口 金属的边框 然后正面我们来看一下正面 正面我们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正面的改变也不是特别的多 等一下看一下 也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进行了移位处理 就是把这个显示摄像头移位到那里 但我们在系统UI风格上的话 有一点点的改变 一点点有一点点改变 准备多大改变 配置方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从5英寸升级到了5.2英寸 1300万的像素 8核的处理器 以及720P的分辨率升级到了1080P的分辨率 电池从2200毫安时升级到了3000毫安时 运行内存从2GB升级到了3GB CPU频率的话从1.2G升级到1.5G 屏幕细腻多的话 从294PBI升级到了424PBI 而且说华为G9也是青春版支持全网通的 然后华为P8的话 最多支持双4G 如果要买别的版本的话 你要么买联统版 要么买电信版 这系统设置方面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我们看一下售价方面的话 P8青春版是卖1250 然后G9青春版是卖1670 系统版本上的话 这边还停留在一个 以模层UI4.0的一个阶段 然后这边的话则升级到了4.1 毕竟新机型升级肯定是有那些优惠的 是吧 然后采用的是70650的一个芯片 P9青春版 也就是G9 运行内存2GB 也有3GB可以选 支持全网通 支持北斗导航 我们再来下滑一下 有上度方面的话 两者不相上下 那G9青春版是3GB才对 这国外版本的话可能有些不一样 G9G9青春版还支持指纹识别了 回来看一下 在讲的其实就是那么多 其他改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代理时间的话提升了电池从2200毫安时提升了3000毫安时拍照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拍照的话前置项都提升了 从500万升级成了800万 而且这些功能也更多了 功能的话还有全景HDR以及能源识别超级夜景专业模式 采用的是五镜式的一个镜头 最高支持的这个是一个1080P的摄像 这是指纹识别 AFC的话 不支持 机身重量的话 这个P8青春版是131克 G9青春版的话是143克 废话那么多其实总的来说的话就是G9青春版就是买买买了是吧 如果你现在考虑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P8了是吧 进步的话还是不小的 好了本期想要科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更多的科技资讯 欢迎订阅小哥的观众频道 以及上海评论上方的二维码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